大家好,我是艾克卡德 今天分享的內容有些地方可能有雷,如果怕雷的話願意迴避一下 個人就有一天碰完紅線,順便來分享一下破關後有哪些要素 破關以後,系統會提示可以預存設施等級,持有物品、軍程、兵種等級 在個人方面也有名聲來對換人物、武器、道義和文章,也能夠選擇超難模式 不能預存的是傭兵的少儀 破關存檔會占掉一個欄位,如果你想保留在陰度,小心以後不要覆蓋到 如果你想藏仙,可以讀破關存檔來看看 開心遊戲也可以,又需要選預存破關存檔 然後等第十章開啟準備遇地後再兌換,不需要成一條線破關或預先回頭讀取去換 人物方面可以兌換雷雅、蘇蒂斯、貝老師 不過如果你在第十章主線有說到貝老師的話,會改成兌換拉里瓦 用三人無法互動,沒有預停,也不會出現在遇地裡面 不能參與故事中的任務,得找又讓預錄光,也就是預有模式中才能使用 又是空氣人,有點可惜 其他道義的畫個人是覺得可以提升兵種經驗的醫學寶輸具有用 還有應徵預測,它可以讓你在大地圈直接押餘一些任務,有些任務不行 但它是消耗品,所以得含量轉快再用 除此一萬一接押餘你能達到低評價,想獲得S獎勵要打具有模式 文章個人覺得不用急著換,當然各位可以依靠自己需求來挑選 另外,選新系列來玩的話,與各路線疫情無關的人物會被分類到其他去 比如紅線,你由樣原本是環線陣營的A壓入,然後選預藏後選環線的話 A又會是人在紅線裡最終進度時的狀況 但無關人物就能在預游模式中使用 無法送禮,也不能參與訓練,但還是可以選新兵種 也有些人異關係培養醫生在預游模式中一有一體出戰,作為副官來提升 或者與疫情中加入後才能在疫情中使用這樣 二官與預傳藥書大師講起這個樣子,又大家遊戲一科 三個月的決定 由是為了 你跟打定運動 對於是為了 等於是為了